新生代演员蔡中协计2021年强势罢评,在各部火爆,据薛西福斯的神话,无法抗拒的他,来魔女食堂中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外,精湛演技更是备受观,网友一致肯定,荣登为新一代人气演员的同时,戏邀约也源源不断涌来。 除了今年即将上当的向你奔去的速度493千米,近日蔡中协又传出将主演新剧解锁社社长,2022年继续罢评。 Photo from Naver 12日,据韩媒Sports Chosen独家报道,蔡中协即将接演KT Studio原创电视剧解锁社长,该剧改编自Naver连载的同名网络漫画,剧情主要讲述被困在智慧行手机里的社长,捡到这只手机的男子即将揭露真相的故事。 Photo from Naver而在这部戏剧中,蔡中协将出演捡到了可疑的会行手机,并翻转人生的青年朴仁城一角,为了救社长金善珠,朴仁城将以临时社长的身份拍上班,面对危急状况如何迎刃而解,也引发观众的高度期待。 而虽目前其他角色人选尚未确认,相信不久后就会有好消息公布,还请各位耐心带了。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JTBC蔡中协即2017年至2019年间,曾参演过数部网络剧。 以演员身份出道后,直至2019末首度出演电视剧今。 救援并在剧中饰演一位失去自信,也烦恼自己。 图的年轻投手刘明搞一脚,自然沉着演技更是。 观众们印象深刻,而后所出演的作品薛西福斯。 神话,无法抗拒的他,来磨女食堂吧,可以说是不。 爆火,随之也带动了蔡中协的人气,加上稳定发的演技,更是让他晋升为新一代演员的代表之。 Photo from Never而蔡中协之后将与朴助炫合作KBS新剧《向你奔去》。 速度493千米,该剧是一部关于25岁职业对羽毛球选手的。 是,剧情讲述与球混合双大的男女主人公,对与球的热情与彼此爱情的运动罗曼史。 而解锁社则是蔡中协二度出演男主角的作品,新剧一部一部,让粉丝们兴奋不以外,可以看出蔡中协在国人气火爆程度不容小,也让人相当期待他来的表现。 更多相关文章蔡中协,朴助炫确定主KBS新剧《向你奔去》的速度493千米,运动狂大弹火热青春恋无法抗拒的他蔡中协巧克力腹肌化报公开没动就是这程度。 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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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